谢谢大家有听到吗 好 有看到画面吧 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森林探会 大概是怎么调查的 还有就是他在我们应用上可以怎么用 我想大家很关心的探权 也是我们应用的一个方式 那我想简单的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从2005年开始 等于是18年前吧 我就开始参加气候变迁第二国会议 前前后后参加了12次 这几年因为疫情就比较没有去参加了 也是同时在2008年就参与这个环保署 现在是环境部的一些温室气体排放 跟这个国家温室气体 还有就是现在大家国内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抵犯专案的话 我们就是那个审议委员了 我们就做了一个减量成销任格的审议会 那我自己大概20年前 我们就在帮这个森林级保育署 开始做一系列相关的一些研究 那最近我出了一本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来看一下 这个最主要的是现在大家对这个探权 好像觉得它是一个能够赚到钱的事情 我是觉得是比较希望大家能够有正确的认识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也不见得赚得到钱 那另外我现在在ESG远见 我们最近比较常在写文章 那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写的一些文章 那接着就在我们都知道气候变迁 我今天就不讲气候变迁的为什么会造成气候变迁 我们是在讲我们在因应气候变迁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两个方式 一个是减缓一个是调试 那我们现在要减量减碳其实就是减缓 调试的话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像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做好防灾的准备 降低台风对我们的冲击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调试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虽然比较主张在讲减缓 也就是减碳的议题 不过我想在调试也是尤其我们在山地农场 高海拔其实调试相对的是重要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要讲减碳或者是讲净零排放 那我想有两个名词要先跟大家说明清楚 一个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碳中和 一个是我们谈到的净零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它就很清楚的告诉你 因为我们在排放的过程当中 你不管怎么努力的减少排放都不可能达到零了 所以你一定要有所谓的负碳 或者是我们讲的像森林啊 或是其他一些技术 可是来综合你的排放 可是在这里面就有两个概念 事实上我们在看这一个就是我们荧幕上 深蓝色的这一个部分 它是属于减少排放 或者是避免排放的一个碳权 那这个的话其实没有实质的减量 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森林 你不要把它破坏 但是它原来就是已经是有 那个吸碳固定在那个地方 这个只能凑成碳中和 如果我们要讲净零 你就一定要有实际的移除的这种效果的 就是这个荧幕上的淡绿色的这一个 那这一个你拿到的这样子的碳权 才能去算净零 所以也就是说碳中和相对的是 你只要是有碳权通膜可以用 那如果到净零的时候 它就只能是有实质的移除 比如说你就是种树 或者是我们加强森林经营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碳捕捉的技术 把这些温室气体隔离在大气当中 实际有隔离的效果才能算是净零 所以这里首先跟大家大概说明清楚 一个这样子的情形 这个图就更清楚的去表达了 我们其实虽然我们有减少排放的这些设施 可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remove 就是我们讲移除的 能够实际移除自大气当中 移除出来的一个情形 所以简单的讲我们在讲净零 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算我们所有的排放 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 人为活动的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的一个情形 比如说以我们3D农场为例 我们就要算我们的那个组织碳盘查 然后要算我们每一年排放多少的温室气体 那当然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中介来做计算 另外就是我们种树 那我想我们3D农场也有很多的树 那这些树你其实就是要把它盘查出来 那目前我在台北市 我们也在积极的推 校园树木的碳汇调查 那这个碳汇调查出来就是它是负的 它可以帮我们来中和 或者是达到净零这个阶段 那当然还有很多碳补多的技术等等的 那在这里我们可能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在生物多样性的议题里面 我们把生物多样性从三个层级来看 从基因从物种到生态系的多样性 那这里面尤其是在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看森林 其实你就是一个森林生态系的话 它其实基本上它在那个地方 就是叫做Nature Capital 就是我们讲的自然资本 也就是说像你的银行里面你有多少本金 所以我们现在森林有多少的碳 这个是我们的本金 可是呢我们都知道 你如果没有利息的话 你这个本金没有变动 没有增加的话 就是你没有利息 所以你的本金还是没有变动的话 那你就没有这个碳吸存的效果了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重视的是它的生态服务 也就是它的流量 就像我们每一年如果有利息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生态服务的这个项目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时候呢 我们有生态服务 我们才能够来算什么 我们才能够来算 我们谈到的 这一个 我们能够算它的社会的价值 也就是服务的效益 就变成我们社会的价值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就指出来 我们的生态服务 那生态服务 现在大概分成四大类 支持的就是土壤化育 生物多样性的七地等等的 像我们的三地农场 其实大概支持的七地等等的 还有供给的 供给的比如说我们的木材 或者是我们的食物 我们有很多零下经济作物了 还有我们的这个水 还有我们最重要是我们的木材等等的 那这个都是属于供给的服务 那再下来就是我们讲调节的了 那我们讲了这个调节的 像我们现在固定碳 还有就是含氧水源 防止土砂充实 这些都是属于调节的 所以这个调节的服务的话 就非常项目非常的多了 那另外一个 我想我们现在三地农场 也会积极去发展的 我们有森林疗愈 或者是园林疗愈等等的 那这个都是属于culture的 游乐或者是你的提供一个 好的一个环境等等的 让我们能够放松 这个也都是属于文化的服务 所以简单的讲 我们就是有支持的 攻击的 调节的 文化的 那尤其现在在这一个调节的 对于疾病的调节 其实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 那对应到我们人类的福祉 其实就是有安全的生活 良好的生活 这个你要良好的生活的一些基础物质 健康 良好的社会关系等等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谈的一个情形了 我想以我们三地农场来讲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范 我们怎么样呈现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三地农场的生态系统里面 可以提供哪些生态服务 那其中当然碳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不过其他的议题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 我们就是有所谓复碳或者是复排放的技术 依据我们今年2月15号正式公告施行的 气候变迁因应法第三条 它的定义就谈到什么 谈到复排放的技术 就是把这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 自排放源或大气当中 以自然碳循环或人为的方式移除 吸收或储存的机制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有森林还有我们土壤 那像我们三地农场旁边有森林 我们也有这个农业的活动 果树等等花卉 这些土壤能够吸存 还有湿地蓝碳的部分 还有其他海洋的吸存 另外一个就是生物碳 那我们现在对于过去 我借掉临市所担任副所长的时候 我们就推动了生物碳的一个旗舰计划 那我们是希望把我们修剪下来的 果树枝条能够烧成碳 继续把它固定下来 这下来就是我们会有生质能的 移除跟储存的设备 还有一些是技术 就是比较非自然的 碳捕捉或是矿化的一个方式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能够减缓 其实我们会透过很多的途径 比如说我们加强森林的 这一个经营跟混农的 还有就是增加土壤的碳汇 还有富裕森林湿地及泥碳地 减少食物损失 减少圣食 素食的饮食 改善畜牧世卫 及到处管理 减少毁灵等等的 这个都是我们能够去达到 以我们自然为条件的来做的 那接着我们就谈到了是 我们都知道大气当中 有很多的物质的循环 有水循环 有碳循环 有氮循环 那对我们目前这个碳的议题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碳的循环 那碳的循环我们都知道 树木其实它是有什么 它是能够做光合作用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棵树 你把它想象 它其实是一个太阳能的电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光合作用的时候 我们吸收二氧化碳加上水 透过光能的一个光合作用 它可以变成所谓的植物体 就是碳水化物跟释放出氧气 所以在这里面 碳水化物它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能量 所以事实上我们的植物 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能源转换器 从光能转化成化学能 也就是我们的碳水化物 所以在这里让大家知道的 我们的植物 其实它是功能非常大的 而且它转换的效率来讲的话 比现在风能或者是太阳能的 效率都还要好 至少它自己就自己 一直在那边做一些转换的动作 而且累积下来的各种的生物量 就是我们讲的碳水化物 其实又是我们生物 消费性生物所需要的 所以植物它是生产者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而来 它可以完成我们生态系统里面的 物质的循环跟能量的流转 因为我们牛吃草 我们吃牛或者是我们吃草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能量的流转 透过物质的循环等等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切的是 我们植物有很多种 从我们木本植物到草本到攀爬的 到另外在浮浮的这些植物来讲 那简单的我们分成三类 草本的灌木的跟树木 那对我们来讲 大家也许大家 尤其是农场 大家关注的可能是灌木 或者是草本的 那可是这里面 我们在算碳的一体来讲的话 一般还是以木本 就是我们讲的树木为主 当然它主要是多年生的植物 而且它最主要 它能够把这个生长 能够怎样长期的累积在树干上面 所以树干变成是最常累积的 这样子的一个生物量体的一个情形 那草本我们都知道 一年生或多年生 其实它很快的 尤其是蔬菜 它生长完了 它可能就过了 它可能就开始化碱 它可能就开始干枯 然后可能就分解掉了 那所以一般对草本来讲 除非你把这个草 你是把它割起来 做其他的应用 也就是像狼尾草 或者是我们讲的五节芒 这些芒草 有的人是把它割下来 然后把它做成木颗粒 对不起 做成木子燃料来烧 这也是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一般我们的耕作来讲 其实是我们不会去算它的碳量 因为它的收期太短 另外灌木也是另外一个大家有兴趣的 那最近我有在帮忙要算那个茶 茶树 种茶 它的这一个碳汇的量是多少 那有一些方法学 它是有讲到这个灌木 不过灌木它是 最主要它是会长期累积累积累积 到最后才来做一个总算 它的量其实并不多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 是特别的一些算法 那是看大家未来的兴趣在什么地方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讲碳汇 那我们对碳汇的这个名词 可能就要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依据我们气候变迁因应法第三条 它的定义就是刚才 跟刚才的负排放技术定义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将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 自排放源或大气当中持续移除之后 能够储存或者是吸收的树木 森林土壤海洋都可以 那这个树木森林土壤海洋 我们就是把它界定于所谓的自然的碳汇 那今天我们比较的重点是在讲树木 也就是在讲我们森林的部分 那其实对我们森林的碳汇来讲 大家的认知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树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有活体的部分 那活体的部分包含地上部地下部的根 地上部就包含到树干枝条跟树叶 还有就是枯死的树 还有就是枯枝落叶等等的 这个整个还有就是土壤 这个整个我们是来算的 所以另外我们会把这个木材树干 我们砍下来变成木材 那这个我们称为收获林产品 那收获林产品来讲的话 它就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使用中的 一大类是分解中的 我想使用中的大家没有 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比如说我做成桌子 或者是盖房子啊所使用的 这些都是在使用中的啊 那对于分解中的我们就是把它 气质在那个也埋产 其实它也会经过三四十年 它才会完全腐烂掉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算 分解桌的产品 只是它会逐年逐年啊 分解地减的一个情形了 那如果我们就是把这一个 森林的碳汇 我们是把它当成为一个 自然为本的解方啊 也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热门的 谈的Nature-based手入群 也就是我们透过自然的方式 来做一些事情 来解决我们减缓 解决我们排碳的这个议题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它的策略就是会增加碳汇 减少排放 增加碳汇就是两个方式啊 一个就是种树 一个就是加强森林经营 那这里面就回到我们3D农场 我们如果有地方种树 你当然是种树了 可是关键是你种什么树 它的碳汇累积量会比较多一点 还有你现在的森林 如果有一些地方长得不好 或者是它有草森林 也可以考虑把它做一些改变 那改变就是我们讲的 加强森林经营 再下来就是我们要减少森林的扰动 还有降低土壤的扰动 那当然这个REDD呢 其实因为我们并没有毁林的 就是把原始林破坏掉 我们并没有这个动作了 所以在台湾应该是比较少这个议题 那在我们的收获林产品里面 就是我们让我们的回收我们的木产品 比如说我们的木植桌子 我们回收再把它加工 再变成再生的家具 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延长它使用 再下来就是替代燃烧 就是生殖燃料的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木材 其实它是也有热质的 等一下我们再进一步的说明 另外现在就是用在盖房子 所以现在大家的趋势 就会去盖木构造的房子 为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的森林 你木材砍出来 你要有去处 你才会有更多的地出来种树 那你种了树之后呢 你要有去处嘛 那最好就是来盖房子等等的一个情形 好那这一个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这个林产品其实它对于碳 它是有个延迟排放的效果 也就是当我们发财出来 变成一个林产品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固定在那个地方 可以固定多久呢 固定像我们盖房子 刚才我们谈到了盖房子 它可以固定100年 如果我是盖不同的房子 大概都在70年以上 我做成家具至少有30年 还有一个就是我做成纸 那我们都知道做成纸 它的周期是比较短的 所以它大概就是6年左右了 这个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讲 我们从森林变成一个收获林产品 然后再使用或者是到这一个掩埋场去 这个是传统的路线 那现在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回收林产品 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回收这个林产品 能够再能这样延长木材的使用的寿命 最不行就拿去烧 如果说像你这个木材分解就很可惜 它直接排放到大气当中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希望能够来算这样子的事情了 那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森林碳循环的一个总图了 我们从第三部的生物量地下部的生物量 我们算了这个叫做属于生物的碳循环 再下来就变成工业 我们变成收获林产品 然后我们有直接当新碳材去烧掉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直接排放 我们有间接排放 我们会做成各种各种不同的使用 然后到最后去掩埋场去释放出来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很清楚的讲这件事情 另外在我们谈到森林的碳循环来讲 我们就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的讲法要让大家理解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碳储存量 一个是讲的碳锡存量 那碳储存量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它是属于自然的资本 也就是你从以前从种树一直到现在 你的总的蓄积量那个碳储存量是多少 就像我们人一样 我们人你从出生一直到现在 你所累积的重量有多少 那个就是讲的是肿量 也就是碳储存量 那接着我每一年 比如说你现在体重的变化 每一年有多少增加或减少 每一年的变动量就是我们讲的碳锡存量 也是一种流量 所以在这里面这两个一个是肿量就是本金 一个是流量就是利息 那的概念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很在意的是什么 我们很在意的是我每年 我的吸收的量有多少 那这是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年的利息是多少了 所以对于一般来讲 一般的森林 也就是比较幼龄龄的森林 其实我们人的所有的生物大概都是这样子 在幼龄期到壮年期是生长最快的时候 那到了老年期其实就开始 就慢慢慢慢的退化 老新陈代谢的关系了 所以它的生长量就低了 所以也就是我们要能够不时的维持生灵健康 持续的一个生长就会有更好的效果了 那接着我们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们树 生长是什么情形 树它其实是这样 它是一个断面 刚开始我们长到这个地方 一直往上走的时候 可是它的横向 每一年每一年就会往外扩充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连轮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圆盘记下来 我们去算 所以它的整个树的剖面 比如说长到17年 它的整个重剖面 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形 那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 我们会从0.3 这个是留在根部 没有发出来的 那这下来就是一公尺 两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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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取这个圆盘 去做这个分析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分析出来之后 就会看得出来 像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它小的时候长得比较快一点 后来开始密 那这个大概都是很均质的 像这一种情形 就是它怎样 它随着它树长大的时候 跟旁边的树发生竞争 那我们就是要调整它的生长空间 那这个我们在我们树语上 叫做苏法的一个方式 从这里你可以知道 这一棵树 它过去的整个生长的情形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调查 就会用这个生长锥 钻一个进去 把这个取出一个 这个这个 那个心蕊 我们可以来判断 它的生长的一个情形 不过生长锥常常是怎样 常常是你不见得会钻到正确的 做正中心 所以我们会采用其他的方法来做 另外我们刚才谈到 除了造林之外 我们可以加强森林经营 比如说我们提早做更新 就森林不健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更新它 另外就是我们阀起 延长阀起 提高碳储存量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责罚 比较生长不好的 或者是生长比较弱势的把它砍掉 可以再提高碳的储存量 那到了最后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在利用上 我们也会把它变成是盖房子 等等来做使用 最不行我们会把这些 这些木材把它变成木颗粒 比如说你旧的这些家具等等 其实经过处理可以做成这个木颗粒 就可以去燃烧等等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怎样 要能够排放最小化 吸存最大化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策略上来讲的 那对我们来讲 其实我们的道理就是蛮简单的 天然磷我们尽量维持是天然磷 那我们要减少天然磷的损失 这个就是REDD Plus的一个情形 另外人工磷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它的生长量 或者是造磷增加面积 然后我们要把木材拿出来使用 再利用 还有就是有生殖能 或者是木建材来做替代利用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会有碳吸存 碳保存 碳替代三个策略 那从大家都知道了京都一定书的3.3 3.4来看 3.3就是加强造磷在造磷期砍发 森林的净值可以纳入这样子的计算 3.4就是加强森林经营 后来就发现说漏掉一个部分 就是林地变成非林地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生里天然磷被破坏的 所以这里面 他就把IDD Plus 后来是加进来的一个情形 对我们来讲刚才也谈到了 我们要减缓 其实是有碳保存碳吸存碳地带 三个主要的策略 在调试方面 我想大家都是农的 也是就是非常重要 你基因能够去改变 那你就是我们就会去育种育好的物种 或者是加强我经营的方式 还有就是我们社区的 来好好的照顾他的一个情形 那接着我们就讲 收获林产品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那这一个跟我们中华文化更是息息相关的 那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 最主要是竹木两个是我们 在中华文化里面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森林里面包含的 木竹的一个这样情形 竹子我想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竹子中国是有多少个字 我们的竹子的话大概有667个字 大家有没有觉得蛮多的 所以这表示他跟我们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木这个我们的林产品 就是木头木材等等的 那当然他也是八音的一个 另外就是五行等等的一个形形 他总共有多少字呢 大家知道我们竹子跟竹字旁 竹子跟木头 其实在甲骨人时代就通通有这个字了 那其实现在总共有1474个字 所以在这里让大家知道就是说 我们现在用木制产品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像我们家里的装潢 或者是我们像我们现在的建筑物 都很少用木头的实在是很可惜 因为木头它就是一个附碳的材料 等一下我们会进一步的说明 可以帮助我们固定更多的碳 然后再下来我们就会谈到 这里就谈到它的减碳的效果了 这个你是各种不同的材料 你的碳厨机 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情形 再下来就是会谈到的 这个如果你比较到比如说钢 或者是这一个混泥土等等的一个情形 大家可以去看 你用钢材去做动粮材 你的木材是负碳的 表示它怎样 因为木材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 它的使用到的能源是比较少的 也就是碳排放比较低 钢材的话大家都知道 它需要什么 要练钢 其实是非常耗能的 所以碳排放是高的 那断大断面也是一样 那我们的这一个集成材的话 它也是负碳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就告诉我们 木材所制成的建筑材料 其实是负碳的 所以它会有这些储藏的效果 等等的一个情形 这个就是我们你看 所有的如果把各种木质材料 它的碳厨器算出来的话 大概都是负的 钢铝混泥土 钢金混泥土 它都是正的 而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情形 尤其像铝 它是更高 钢材它的碳主机 同样是一粒方米的话 它就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在日本 他们就非常的主张 其实是怎样 用木头来盖房子 它的碳排放是少的 那其他的 比如说 混泥土 钢等等的 那这里面就跟大家知道的是说 我们在都市里面 我们可以建造森林 只要你是用木材来盖房子的话 那现在世界都有在做这个事 瑞士他们现在要完成一个 100公尺高的木构造的材料 那挪威它已经有了高85公尺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 我们刚才讲到替代燃烧了 替代燃烧我们的热质 其实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我释放出同样的热质的时候 我们烧木材 其实它的碳排放是非常低的 大概只有它的十六分之一了 所以像丹麦它常常就会怎样 它常常都会去进口废木材 去混烧来发电 所以它的碳排放就在这里也能够减少 它的碳排放的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对我们来讲 我们希望的是碳溪醇碳保醇碳地带 就是你要多种树 多种树就像多种多财 多爱树就爱树爱财 再下来就是多用财 用财成财 那其实我们要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才会来做 所以在日本他们提出来就是森林变成木材的资源 做成材料 盖房子做家具 然后解体 最多是燃烧或者在履塞果使用 他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一个天然的一个循环的一个系统 但他们在减碳的时候 他们就是用来盖木造大楼 木造大楼 所以他们为了要推这个事情 他们在2010年就定了一个法 叫公共建筑等木材使用促进法 那这一个他就是要求公共建筑 优先使用木造三层楼以下的公共建筑物都要盖 用使用木头来盖 所以他们就公共建筑物的木结构建筑力 有3%提到19% 就是这11年间 那另外就是他们的这个三层楼以下的 也是提升了大幅的提升了 最后他们在2021年 他们又去加强定了一个 叫做为实现低碳社会做出贡献的 建筑物等木材使用促进法 他这个就是让他怎样 让他开始扩张 往外扩 扩到这一个什么 他的这一个私有的建筑物 也开始鼓励他们使用木材的一个情形 那另外他们设立了一个 木材活用推进本部 他们的成员包括谁呢 包括农业部部长 经济部部长 内政部部长 交通部部长 以及环政部部长 环境部部长 你看他们是非常高的层次在推使用木材 所以他们在10月8号定了快到了 他定为木材利用促进日 我不晓得在座的你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定10月8号吗 你们想一想你想一想 那个木是什么组成的 我们木头的木啊 是不是一个10 一个8 对吧 你有没有觉得日本人用汉式用的比我们还好 所以我每次讲这个我就觉得我们中国人要蛮惭愧的 你看人家把10跟8都可以10月8号都可以想到是木材利用促进日 所以你看他们为了因应2050年的静年 他们高层木构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政策 为什么 你森林的汤汇要用 大家了解意思吧 不然我们没有那么多地去种了 你看他的整个就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是替代瓶的 各种不同的 那为什么2030年其实会开始去要求 会开始去要求新的建筑物 其实要净林探建筑物 所以现在全世界大家在建筑业里面 都很努力的想要去能够做 这个其实是趋势 那到了2041年 2041年日本驻有林业要怎样 要在东京盖一栋高350公尺的摩天大楼 他90%的材料要使用木头 那大家知道为什么350公尺高吗 因为驻有林业他350周年纪念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林业公司 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 所以其实这里面要用的技术 其实是非常高的 这个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们使用的木材 大家有没有看到 他们这都使用的是木材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一个奥运村的广场 那这里面你如果你进行看的话 每一个柱子每一个支持的都是怎样 都是从他各村庭寄来的 然后完了之后他再拆掉寄回去到各村庭 所以他们是环保的 大家了解意思吧 他是用木材盖起来的 给大家了解这个情形 后来他们就为了要推动木结构嘛 所以他们就开始怎样颁奖 就是大家来比赛了 这个是内阁总理大臣赏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里面 全部是木构造的 他就要去使用木材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 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 德丰木叶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这个是纳玛夏的 那这一个就是他里面都是木材 不过我们的木材做起来 好像那个品质不是那么细致的 跟他们其实好像还是有一点出路的一个情形 这是南原的封章 德丰木叶的成果 那这个也是日本卫武员来设计的 这一个其实工艺程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还有池上车站 有没有看到 这个其实是集成材 所以做成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就是你要有碳汇 你要使用木材 木材才能够替你储存更多的碳汇 那像这个日本 日本他们从1999年 他们未来因应这个 这个京都一定书的要求 所以他们就开始在学校 就开始 这是他们的文部省 就开始编了这一个一所 创建一所树木学校 他们就开始做了 那他们有很多设计的规范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里面他们就有很多设计了 那其实我个人也希望 未来如果我们山地农场 要再有盖一些防射 是不是能够盖一栋灵炭建筑 使用木构造来盖 那其实这个是一个标志的一个事情 三楼的他们也是这样子盖 那这里也是跟大家报告 他们去记录 这个令和三年 也就是去年 他们用的在学校里面用的木材 大概有48,185立方米 我们台湾自己生产的国产材 大概不到4万 人家在学校他就用了这么多了 那现在他们因为 他们要积极的把这些木材 因为他们从日本 从战后就种树嘛 也像我们一样有很多的树 然后他们就清理出来 让他有更多的生长的空间 然后他们就鼓励使用木材 还外销到台湾来 外销的比我们自己可能还要多 价格还要高 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一个资源 看你怎么经营 那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接着我们就讲 我们在碳汇 大家大概知道碳汇涵盖的 哪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就讲我们碳汇大概怎么调查 我们从测济 我们森林传统叫测济 就是我们算的其实就是 蓄积量跟生长量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蓄积量就是本金 相当于我的碳储存量 生长量就是我的碳吸存量 接着我们要做碳盘查 碳盘查 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的森林 就是做国家温室气体 而是碳盘查 最不行才去怎样做碳犬交易 所以呢你可以讲三跟四 就是比较是属于应用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调查 其实森林的调查一直在演变 1960年代以前都是用什么 定木材的 后来开始多目标 开始环境监测 因为气候变前 酸雨后来生态系经营 后来就是生物多样性的调查 再下来京都一定输 就是碳量的调查 那我们调查跟监测 有了一个差别 监测的话其实它是怎样 它其实是我们在做这种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了解过去把握现在预测未来 所以调查跟监测有两个差别 调查是什么 调查就是我一次性的 我只要知道现状这什么一个情形 可是如果你讲监测 你就要注意到这三点 第一个它一定是长期的 至少要做两次 那这一次跟一次之间 是定期或不定期那不重要 再下来就是你调查的方法 要前后可以比较的 所以在我们森林 我们去设样区的时候 我们会每棵树 我们会标志一个位置 所以呢我调查 这一次调查这一个位置 五年之后再回来调查 也是调查这个位置 所以你调查的位置 就是要相同一个位置 那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 可比较的 就是调查的基准要一样 调查的工具 调查的方法要一致 那另外一个你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个预期的东西 是这样子 我做这件事情 它正常的生长会是多少 我施肥了之后 它会长好多少 那你有一个预期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讲的基线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基线 你才可以知道你的效果 有多少的一个情形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树就是从一棵树 很多树 到了整个树的这个分布 刚好配合我们中国制 有一个木一个林到一个森 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上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调查很多种方式 有的是随机的局部的全区的 那最主要的就是精度跟成本 一般来讲 像我们如果说面积比较大 如果说以我们3D农场的森林 要调查的话 我们可能也是逢击的 你不可能每一步去调查 那我们会做一些取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调查的方法有很多 航空照片 卫星影像等等的无人机 这个是先去看整个区域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就会透过多项的取样 或者是多段的取样的方法来做 那我们调查哪些东西呢 那最主要是地上部地下部 还有枯子枯子落叶跟土壤有机物 不过最主要一般我们来讲 因为土壤它的碳储存量 在森林生态系统里面很高 可是它碳吸存的变化很低 而且调查成本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一般我们是不调查的 那石油基脂跟枯子落叶 我们大概也不调查 只调查地上部等等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是 我们传统 我们以前都是调查树干 我们得到体积采积 然后你就是怎样 换算成生物量 那换算成生物量就是我要有密度 有密度 然后再下来你的生物量你要什么 因为它是有树干的生物量 你要把枝部叶部的生物量要算进来 然后再加上你根部的生物量等等的 所以我们会有所谓的生物量的扩展 系数跟根筋比来算 那再下来就是碳含量的比例 碳含量的比例一般大概也是50% 那算出来之后你再乘以十二分之四十四 就变成二氧化碳当量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一般我们算就是二氧化碳的当量来算 所以也就是我们从树干干部变成地上部 枝干枝叶 再来就是生物量把根纳进来 那如果说你不清楚你简单的讲 就是你要从0.5到0.5 这样子来换算 两期的就是单期的就称为碳储存量 两期的变化量就是我们讲的碳吸存量的一个情形 这是我们量的 道理也是一样的 刚才谈到了就是体积沉上密度 层上生物量扩展技术 一加把根纳进来 这个是碳含量的技术 那我们调查的时候 我们在1.3公尺的地方 我们称为胸膏直径 我们调查的是整个树干的全高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从干材的采集 所以我们从树干树膏形树 等一下我们介绍形树 因为我们的树干它不是圆柱体的 它是一个圆椎体的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样子配合一个形树 来推估树干的采集 然后更生物量 第三部的生物量 然后是总生物量 碳量二氧化碳当量等等的 以这个例子来讲大概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 这里面用到了一个 这个形树 形树的话 大概就是我们会谈到的 就是0.45的一个形树 或者是0.4的一个形树等等的 看你一般来讲可能用0.4 或者是0.45的一个方式来算 形树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我的从这一个做成一个圆柱体 我实际的树干的体积占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大概来讲 一般来讲是0.4到0.5 或0.53 有的时候用0.4 有0.45 大家约定成熟 再下来算的时候 我们从第三部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再算它的这一个 量的话 它这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的 这个碳含量的细数等等 你大概就能够算出来 那我们现在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些细数像 比如说密度或者是这一个碳含量的比例等等的 那我们大概就是可以参考这篇报告 它就是整理出来400多个数种的 这个比例密度碳含量比例 或者是两个相乘等等的 所以另外我们会讲的是 我们要长期监测我们的这个生长量 也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碳吸存量 所以我们从纵向来讲 可以看它生长的变化 横向也就是说同样10年生 哪一个地方长得比较好 那就会是生长的优劣 还有它健康的状态 那这是我们在设置这一样区的一个情形 那我们在生长 我们会算出来有总生长量 还有定期生长量 还有年年 就是每一年的 定期可能是5年一次 总生长量就是你从最小一直到现在总数 还有一个就是算它的生长率 就是今年跟去年的看下 你增加的比例是多少 一般我们大概就会画出 这个生长量的曲线 这对我们来讲 我们要去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我们要算这个采集 我们有一些表能够去对应 还有生长量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 有一些方式来做 这个其实生长锥 也是获得我们资讯的一个方式 但是刚才谈到生长锥 它有的时候钻不到正中心 所以它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法导木来算它的实际的量有多少 这个都是在求算的工具 那我们也可以用不同的圆盘 来做这个推算 推算它这个采集等等的 然后算出它的各种不同对应的一个线 今天没太多时间 不跟大家讲那么多 大家可以知道 我们就会做出这样子的线 还有一个我们在生物量调查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把它法导 那这是我们调查的工具 就是分段来称重 这里面就谈到我们把每一段每一段来做 那这个我们称为树干解析的方法 那每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切下来之后 大家就要去称重 这个其实如果比较粗的树 这一公尺或两公尺的话 可能都上百公斤了 所以要很两个人来抬 来称这个重 另外枝条叶子也是一样 我们要把它通通分开来 不同层次上中下层通通分开来 然后我们会称先重 然后再取一些样本回到 总先重是多少 然后再取一些样本回到室内 去把它烘干 你就可以算出干重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枝条 跟叶子 我们要把它切下来 然后把它通通分开来 枝部跟叶部要分开来 这是我们在调查的一个先重的一个表格 回来才会再做 这个是会烘干的重量有多少等等的 我们就能够去算这样子的事情了 好 那这个其实是数 其实实际调查是比较复杂的 那另外一个对我们来讲 就是我们讲的木材就比较简单一点了 那你就是算它的体积来算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这刚才我们谈过的 那因为我们密度 它有不同的密度 一个是气干 身材密度跟绝干密度 那我们讲含水率也有两种 也比较常用的有两种 一种的话就是平衡含水率 也就是我木材放在大气当中久了以后 大概是多少 这个大概是11%到13% 不同的木材会稍微粗路一点 一个是身材含水率 也就是木材刚砍下来 或者是到活体的时候很高 有的时候会超过百分之百 那我们会去算这个含水率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数种 我们大概都已经先做好了 它的密度 它的平衡含水率 还有它的碳的因子 我们大概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的 所以我们来算 我们会有一个标本 它的长官高你就可以去算 这个就是我们标本 这个标本就是12公分长 7公分宽厚1.5公分 所以总体积是126立方公分 那龙帛它的密度是0.704 龙帛是比较重的 是比较你如果你有龙帛砍下来 你拿了木头就是感觉比较重 像乌星石也是一样 它木头都比较重的 那乘以0.4908 这个是它的碳碳量的比例 乘以这一个 你就得到龙帛这个标本里面 它含有的是什么 它含有的是159.63克的一个情形 这里面有一个含水率 含水率的方式 你可以来算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扣掉 这个我们打了一个就是 含水率的一个情形 这个我们大概都可以去算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也是一样 你大概都可以 立木也是一样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你可以去算它的体积 大概是怎么算出来的 好 那接着我们再讲的是 现在大家 我们在讲 有的时候 大家常常用大安森林公园的 吸附的碳一年吸存有多少 像 这个的话 就是能源局 他们在做的 他说我捡了多少碳 相当于6300座 他就讲大安森林一个 大概是389吨 那我跟大家讲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因为他没有调查的依据 所以事实上这是朴率 朴率第一个要项就是 他没有什么 他没有证据 因为你去网路上查 你大概也查不到真正的科学报告了 这个的话是经济部 他用的是250吨 那这是台积电 他们当的就是258.62吨 所以大安森林公园一年吸存的 大概有多少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大安森林 只有基金会的董事 那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做 2021年6000多棵树 我们前后做调查 我们还做了一个推算式 再做金林队比对等等的 也是照这个市值来推算 那事实上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树高调查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不容易算 而且树的形状各种都不一样 那有一些其实是可以训练改善 有些我们只能用转换系数 节长补短 可能没有办法很精准的 每一棵树都去量的非常准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比较省略的地方 所以当时我们做这个 我们比较了几个不同的方法 那也为了去精准的去做 我们做了一个推测式 这个是我们用统一的一个 0.5 0.5所推算出来的 那我们觉得这个方法 其实还不是很好 我们就进一步的 参照这篇报告 用各个不同数种的细数下去 最后算出来的是129.33 那这里面也是非常明确的 跟大家报告的是什么 这个讲的就是说 我们至少以我科学性的调查 比较了很多的方法 我觉得129.33 也就是大安森林公园 在2019年到2021年 它的平均年息存量大概就是这样 平均一公顷大概是4.99 那4.99多还是少 我跟大家报告 我们的国家温室器里排放清测 平均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9点多了 所以这个生长量算是偏低的 所以大安森林公园的数 其实长得不太好 这个你也可以从这边 你大概得到一个概念 所以至少我们最近在写报告 我们希望可以 可以能够让大家去有一个 以后一个数据可以参考 不过这也是很矛盾 为什么我没有每年每年做的 你只能讲说这一年 我没有调查大概是这样 那如果说现在2022年 你问我多少我也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我不晓得它多了还少了 所以跟大家报告 以后我们这个碳吸存量 其实是每定期要做调查监测的 要做监测调查了 也就是它要知道它的生长量是多少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长期的去保有 最正确的一个资料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是我们要算的 其实要有一个资料库来算 那我想以上大概前面50分钟 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在讲碳会的类别 重点特性跟它的调查的事情 那我想因为时间也刚好50分钟了 我们是不是先休息5分钟 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好了 好如果大家有问题你可以留言了好不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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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刚才我已经讲掉150几张简报了 后来剩下来应该只有80几张应该还好一点 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就讲我们碳汇要怎么用呢那第一个我们看的是气候变迁因应法 那第13条他这里就谈到主管中央主管机关应定期统计全国的排放量建立国家温室气体这个排放清测所以重点就是怎样国家的碳汇其实要算出来在我们这个清测里面啊这里面也就谈到他这个是我们气候变迁因应法他的调缓那对我们来讲啊 其实他很简单的其实他很简单的其实他很简单的就是我从国有林我就要放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测公有林我就要怎样你可以抵你自己的碳盘查 石油林你可以抵企业组织的碳盘查也可以放在碳交易平台了但是事实上这有很多很多的成本的问题等于我们也会讲啊国家清测其实是国有林那我想三地农场的树 应该是也是国家的地嘛那如果说台大有管理权啊其实是要跟国家去打官司啦就是说是不是把这个探权给我们台大用啊我们台大如果像台大实验林也是同样的问题嘛台大要净林啊就得靠台大实验林嘛 啊或者是3D农场的树嘛可是这个树是国家的到底这个碳汇量实不属于你台大的啊这个其实是有争议的啦啊这个就是看啊到时候国家要不要放给你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是国有地的话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啊啊再下来就是在应用上面啊我们刚才谈到了国家的尺度我们就会依照啊联合国IPCC的guide来做编撰啊我们会编撰成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测那如果组织啊那组织啊 组织的话像你石油地啊等等的或者是一个城市那你就依照这个ISO140641或者是依照GHT protocol等等的啊做类别一的探体检等一下我们解释啊再来专案才是去做探权交易的一个情形啊啊就看你这个方法学是什么那不过我们都知道在计算的方法学里面来讲啊所有的根本啊都是来自于哪里所有的根本都是来自于啊 我们谈到的啊这一个IPCC的guide来 IPCC的guide来会衍生出来到的组织碳盘查土地部门的一个指南啊还有就是这个碳交易的啊包含到联合国强制市场的啊 碳交易还有就是自愿碳市场的这个标准啊所以你IPCC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guide来啊这是我们谈到啊我们在算这个清测的时候啊其实是现在这些组织有在算那像林务局来讲啊啊现在就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他算完了我们帮他算算完了他交到环保署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啊整个温室气体排放 哎国家的清测报告也就是我们国家在讲禁令国外的他看你台湾有没有禁令就是看你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测报告啊这个清测报告就代表我们台湾每年排放的量有多少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排放啊你看从1990年一路飙升啊所以你看我们国家花了多少钱了在做简单减淡好像效果并不好啊到了金融海啸掉下来啊那后来又开始经济恢复他又开始复苏了啊前几年 稍微因为绿能的增加使用可是到了去年经济一发展又起来了啊这是前年的资料了啊2021年啊所以事实上他又开始在爬升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来讲的啊也是大家知道的是啊我们国家其实在减量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啊那怎么去算这个温室气体排放清测他的道理很简单啊他就像我们一般的组织碳盘茶或者是我们家的用电 它使用的碳排放量是一样的啊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等于活动数据乘上排放系数如果大家看你家的电表啊电费单或者是水费单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讲你家用了多少度电一度电的他的排放系数就是碳排放系数是多少这样子可以来算你的使用电的排放量有多少啊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林地啊不同的森林我们分成八种 它的面积有多少那推算每一种类型的生长量大概是多少换算成它的吸存量是多少的一个情形啊那这是我们国家的电力碳排放系数啊那算到2020年的时候啊来算啊这里面来讲的话啊其实都已经这个当时讲2020年要达到0.492其实也没达到了啊0.509 不过到了去年2020年啊又掉下来了啊是变成0.495啊等等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减碳的这个趋势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在森林方面我们就分成八种森林啊天然蒸业林天然蒸过混淆林天然过业林人工蒸业林能过蒸过混淆林能过过业林木竹林等等的啊那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那这里面我们就有一些细数有些生长量我们就依照这个方法 我们去推算出来啊所以我们在算的时候有两种活动数据一个是林地维持林地一个是土地转变为林地这个就是造林的部分啊还有林地维持林地的部分啊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形成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机制那这个是我们推算出来的一个量啊大概是2190多万的一个情形啊这是种的啊那这下来我们在企业来讲我们就希望的是什么 我想企业我们就是做碳盘查碳足跡啊然后减碳碳中和等等的一个情形啊那对我们来讲还有三部曲啊第一个就是你要碳盘查还是碳足跡啊碳盘查是主机碳排放碳足跡是产品的碳足跡啊那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我们这一个山地农场我们要去算的啊就是我们出了一个蝴蝶兰还是出什么水果啊一公斤他的碳足跡有多少 那我们整体的啊三地农场的碳排放整体是多少这个就是做碳盘查啊然后我们再实施减碳然后最后他能不能达到碳中和啊碳盘查来讲最最常提到的啊其实就是范畴一直接排放啊比如说我们有锅炉发电机维修保养啊废水处理啊干粉灭粉器冷气运输机具公务车等等的啊这些都属于直接排放的啊间接排放就是你买的啊比如说我们用 用电所以我们可能比较高的是用电啊那再下来外购的蒸汽像我们森林农场就没有外购的蒸汽啊那他依照的标准啊那这个在土地盘查里面的标准就会有这一个啊像你SBTI的啊他其实有一个叫森林跟土地跟农业的啊一个一个一个标准的一个手册啊ISO也是一样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我们谈到 SBTI的Flag啊这样子有一个计算的一个概类啊那在ISO啊我们在算很多企业都是用ISO的方式来算的啊它会就是1406-1那这个1406-1里面它的范畴一啊就是或者是现在分为Category 1Category 1的话就是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移除大家注明到有这个移除有没有看到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啊这个你的土地有树它有碳汇 所以要有吸除就能够做移除的计算啊再下来我们台湾其实过去的指引啊都是只有讲排放没有讲移除了啊以后应该是会慢慢的改进啊那这一篇这一篇是一个报告啊这个是在意大利啊他有一个啊这个自然保护区啊自然保护区里面他有一些农耕行为啊等等啊甚至他们也是算他算的农业野生动物啊还有就是道路啊等等算他的碳排放有多少所以他们算出来 有一个是直接排放的啊他们因为他们还有很多的森林啊所以他们算了他的碳移除的量碳量有多少啊当然还有间接排放的一个情形啊他们整个算了之后他们就会列了一个啊这个碳移除的部分单独列一个这是碳排放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收支平衡站啊一个机关的碳的收支平衡站所以他的移除你看啊所以他就是负的为什么他的移除的量比他排放的量多所以他就是一个负碳的啊 这里跟大家讲的是这样啊那这个是我去年在武功国小啊我们试着做的一个事情了啊那他有这一个校园数目啊那现在全台湾啊3600多所学校我们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帮忙把校园数目的资讯平台里面建档了啊把所有的校园数目通通建档那我们去量这151棵树啊那我们大概知道他的资讯我们去算他的碳系存量多少啊 啊整个大概是一年啊大概是2.49吨啊那我们就会去做他的碳盘查啊我们经过这个碳盘查啊武功国小啊一年啊大概是189吨左右啊189吨的话我们数目是2点多吨啊所以大概占1.314%那这里也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啊其实随着我们的减碳啊的成效出来的话我们数目碳吸存量理论上要开始增加了 那我想3D农场啊如果你们的数非常的多啊说不定你算一算啊你们大概都已经低碳了至少是低碳了说不定都也是达到了啊那个零碳了啊或者是负碳的地步了啊那这一个是一个例子啊这个是非牛牧场啊非牛牧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啊那非牛牧场他在苗栗啊他上次我们去他那里看啊他有120公顷的林地那这120公顷的林地来讲的话呢 他其实呢以我们台湾的森林啊每年平均大概是10吨啊所以你算起来大概有1200吨啊啊他整个啊你想一想整个学校一年也才180几吨啊也算190吨啊我们估计啊他这整个所有的啊包含木牛牛的甲烷啊等等啊应该不到1000吨啊所以其实他已经是一个零碳的一个情况了啊那这个就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也是我们能够去算大恩森林公园就是129.5 133的一个情形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推的是校园的树木啊是不是能够来调查啊那我们其实都有这些工具啊那我们现在开始配合各新师的环教辅导团啊开始来推动啊在这一个学校里面怎么去教老师们带着学生去做调查啊我们训练好之后我们是希望学校的老师们他们三年五年啊他可以开始带着学生去长久的去做调查那当然你教学上啊 也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使用啊再下来就讲我们讲探权啊探权的部分来讲的话最主要是两大机制啊一个就是京都一定书一个是巴黎协定啊那在京都一定书里面啊他其实分得非常的明确啊所谓的尊约机制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我们谈到的啊强制市场啊这个就是法规有要求你的啊你就要照着办跟志愿的抵判市场其实是两条路啊可是到了巴黎 在巴黎协定之后呢就开始比较开始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不过在这个京都一定书里面来讲啊他强调了刚才没提过了啊三点三三点四只有谈碳啊可是在巴黎协定里面啊他们就开始啊谈到的是更广的啊在巴黎协定的第五条他就减少毁灵森林退化加强森林永续经营啊还要联合减缓缓跟调次啊还有一个非碳的效益就是说我一个 啊抵判专案他不能够只有谈碳啊他也要谈到很多的就是我们讲非碳的效益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谈到了尊约机制也就是强制市场或者是志愿市场啊那强制市场最主要的大概都是联合国所规范或是国家所规范的啊那志愿市场主要就是公司来使用来做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两个就是会分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情形啊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 在我们的这一个交易过程当中啊所谓的碳市场其实有两大类啊一大类是排放额度的交易啊那这一个其实就是配额啊比如说你就在公司我给你一个固定的配额啊一百万吨结果你很努力的减碳你只有排放了八十万吨所以有二十万吨你能够拿去买啊拿去卖啊那对于这一个呃如果我一百万吨 我排放了一百一十万吨那多了十万吨我就要到市场上去买啊所以这种强制市场那价格是比较贵的啊那当然志愿市场我们谈到的啊其实像我们台湾我们做的志愿减量额度啊其实就是台湾的offset的服务馆啊他其实是减量额度的一个交易啊比较是属于京都一定数的6.4所规范的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志愿市场的啊各种不同的情形啊所以在这里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我们常常讲碳权啊其实它不是碳权啊一个就是两大类一个就是排放额度啊就是英文就叫allowance啊那就是排放额度的一个情形啊另外一个资源市场可以称为是credit啊也就是我们讲的减量额度啊或者是什么碳的信用啊是一个credit的一个情形如果你把碳权改成是碳凭证或碳许可可能会比较精准一点不过大家都讲碳权碳权讲习惯啊大家也都知道在讲什么事情啊 啊这里面也让大家谈到啊能够去理解到碳交易市场里面强制市场刚才我们谈到的国家或者是国际公园所规范的啊他在2021年啊他的整个市场的份额啊大概是9000亿美金啊8,990亿美金啊那在资源市场只有20亿啊你想一想哪一个市场大大概差了快450倍啊所以在这里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台湾一直在讲资源市场可是我们的厂商 要面对C-Band他被要求的可能是欧盟的这个碳交易的这个价格其实他是属于强制市场的所以你拿了这个资源市场的啊我跟大家讲啊这个C-Band他是不承认的啊人家已经明确的讲不承认所以现在这一个资源市场的碳的交易的价格啊其实是非常低的啊那这里就更进一步跟大家讲到啊这就是我们资源市场跟尊业机制你看那个份额差了多少啊那你的这一个啊 其实在尊业机制里面就是所谓的清洁发展机制他也有这一个啊这个碳权的专案啊跟森林相关的啊这里面也是会讲到的有两类就是避免排放的记得吧减少或者是避免排放一个是真正有移除的啊他这credit现在大概是8比2了未来啊这一个啊这个是底碳中和可以可是底近零的话 这个移除的实际有移除的就会开始增加那其实我们碳交易市场啊你就把它想象成像我们的股票市场一样啊你一定要有供给端我有上市会公司我要去怎样就是我们讲的专案的开发者啊然后呢他去发作一个标准到一个平台啊就像我们在股票要在美国上市你就要发造美国的啊那个那个证管会的标准要求然后会计师就是我们讲的验证公司来帮你签发你的证据 等等啊那你有投资方啊来做啊最后买家来买这个事情那在这里面有一个角色更重要的就是经纪人啊其实现在broker啊就是赚钱是赚最多的所以我们在一个碳交易市场啊在一个生态系里面来讲的话他有四种最主要的人啊一个是专案的开发能源也就是你攻击端的一个情形啊买家就是需求端啊另外有一个就是标准的啊标准的设定跟他的组织啊还有就是 验证公司等等的啊啊这下来就是经纪人啊他可以去帮你买卖啊或者是他自己买自己卖啊等等的一个情况啊啊这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啊你所谓的减少或是避免排放是属于碳中和可以用的啊你要禁令你就是要实际移除的这样子的情形还有我们一直在讲啊非碳的效益或者是我们讲的供效益啊也就是我一个案子他有生物对象性有帮助社会方面有帮助 平权啊啊小那个儿童的照顾啦啊经济对当地的社区能够创造就业的机会啊教育啊等等有关系啊那这个就要去谈你这个专案是不是一个情形啊但是这里跟大家讲啊事实上我们在谈这个森林相关的啊他其实透过很多种方式啊这个就是林业及土地利用的部分啊REDD Plus刚才我们一直在谈的啊这个就是天然你不要被破坏掉了啊 还有就是蓝碳啊还有这一个造林的部分啊还有混林农业啊还有就是避免森林的转换就是林地里不要被破坏加强森林经营啊等等的啊还有都市森林等等的啊我想这个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这个碳权的类型啊计划类型有很多了啊大概有一百七十几种啊这个就谈到价格啊价格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尊约机制的欧盟的价格啊大概有八十几块欧元 可是我们VCS的啊价格你看崩盘到两块多 两块货代表什么意思两块多的话代表森林一公顷一年大概是十吨所以他才代表20块美金20块美金才600块 我说没有人会做的你连砍草的钱都不够啊好那开始我们就开始随着我们这个探权的计划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觉得说哎我人啊在跟气候在跟我的气候变迁在跟自然它有个互动我们希望这三者能够共融在一起啊所以就变成是叫做Nature-based solution 所以Nature-based solution自然而然被发展出来从2008年比较开始大家去关注这个议题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讲的自然解放就开始推动起来的啊那这里慢慢慢慢就形成啊这个大家对于自然解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啊 啊这里面IUCN跟欧盟他都有定义到不同的定义啊不过共同点都是一样的啊你要去应对你的社会挑战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很重要多重效益跟供效益等等的啊那当然比较细节的啊在执行层面上会不一样这两个也有一点点续维的差异啊那其实Nature-based solution就是我们讲的自然解放啊它解决七个社会挑战 第一个就是气候变迁的减缓与调试第二个减少灾害风险第三个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四个人类的健康第五个粮食安全第六个水资源稀少性第七个环境推化与生物多安性损失等等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Nature-based solution并不是只有用在气候变迁的议题啊 它其实用在防灾啊用在人类的健康啊水资源啊粮食安全都是能够用的一个情形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我们其实常常都会变成到Nature-based solution比如说我在公园里面有个生态池啊这个是人工做的湿地或者是我在路边啊做了一些种了一些树做了一些植栽啊天然的湿地啊红树林种树这个都是属于Nature-based solution有这么多的议题 我们现在就是透过一个大帽子把大家这个照在一起啊来谈这个事情所以你要讲什么大概都可以是纳照这一个里面所以它在实施上面来讲啊它有八项原则啊第一个你要有规范第二个你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整合第三个有特定的地点自然和文化背景啊来决定包括传统地方和科学知识 啊勾引公正的方式促进大家产生产生社会利益啊保持生物跟文化性的多样性啊等等应用地形的尺度了啊表解等等等等让大家可以理解到啊那后来又推了啊这个标准啊在2021年啊又推了标准啊标准的话它就是你要有效应对这八个社会挑战啊还有就是你的设计你的scale你可以一个小区域你可以一个乡镇啊 这下来就是你要能够怎样要净效应你做了以后对生物多样性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是有帮助的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是可行的啊还要有包容透明跟付权的治理流程啊还有一个就是主要的目标各种效应之间要能够平衡啊还要做调试性的管理啊这下来就是主流化的一个情形啊那在新加坡他们后来就在前年他就成立了一个CIX这个碳交易的平台 那这个碳交易的平台他就是以Nature-based solution以自然解放为主的啊所提出来的一个碳权的计划他来做买卖的啊在去年啊这一个奇美他就出了10亿啊去加入当股东了啊再下来华邦店去年11月啊以每顿27.8块美金买了1万顿的燃碳啊因为他这一个案子是从巴西斯坦的红树林保育专案来的啊那现在在 气候变迁应义法第27条啊因为原来在 温氏气体减量管理法里面啊他定的啊买国外的碳权只能最高10%啊他把这个拿掉了啊他只能说啊照个案来做申请啊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他要购买这个碳权的风险啊他其实是有永续性啊他这个比如说去年华邦店买的啊他只有买一年的明年是不是能买的今年能不能买得到 不一定啊而且价格也会不确定啊是不是以后货源少了他就涨价了啊还有就是在买回来国内啊法规认可的程度是什么这也是个问题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啊他的Delta Blue Carbon Project啊啊这一个是在 这一个巴西斯坦的一个地点啊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是有35万公顷啊其实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经济殖民所以现在有人开始在反对这件事情啊 所以包含马来西亚印尼啊他们都不把这样子的一个探权卖到国外去了啊他们就在顾国内自己用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大概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不过不管怎么讲啊我们从气候变迁的减缓调试啊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保育啊还有就是未来会去推动的TNFD啊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讲TNFD啊 他的真正要做的其实就是自然维本解放啊也就是NATURE BASED SOLUTION 我想这个是整个未来的趋势啊那我觉得未来如果说在我们3D农场想要从事一些研究工作的话应该也要以NATURE BASED SOLUTION为主来做的啊另外一个我们谈到了就是我们在谈的在谈啊高品质的碳权啊你要high quality的carbon credit 那这里面我们讨论探权啊其实是有这个额外性啊额外性的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现在一年固定10吨那我要经过特别的努力把它变成13吨多出来的3吨你才能够拿来卖啊那因为我种树我现在都是空地的话那就是零嘛所以他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如果是加强森林经营其实就要注意这个事情啊还要做验证要有第三方机核报告跟验证还有永久性啊 你的减少不能够减少不能够怎样不能够比如说被火烧掉他就被逆转了啊还有可以合良性啊能够做调查能够来监测的啊避免泄漏那泄漏的意思是讲说啊原本在这个地方你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啊比如说这里本来有一些活动你因为你的参与他就移转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我们讲泄漏那事实上呃运用这个自然为本的解方啊 其实现在也常常被满用啊自然为本的解方用在嫖绿啊等等的啊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啊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啊他的因应法你要去注意的啊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国内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你可以到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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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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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要先找到一个方法学 没有方法学你要发展方法学 那注册申请 你要先依照方法学写的一个 我们讲的叫做注册申请书 就是抵患专案计划书 送来审查 通过了你才可以去做 做了三五年之后你去调查 实际的额度才拿来申请 这个是目前已经93案了 这个是几个月前的一个情形 再下来我们的国家 在4月19号 大家注意看 他是在美国商会举办的 限年饭的时候 宣布我们要成立碳交易平台 那这个其实应该是说了 我的解读就是比较希望 是给这一个外国人做生意的 所以其实我们的证交所 一直到8月7号挂牌的时候 他都还不太清楚 他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这边 这一个温室气体 志愿减量专案管理办法 总案的一个说明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是 希望能够防止漂虑 那漂虑的话 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讲 他这里就要符合可以量测 可以验证 可以报告的三个原则 就是我们刚才之前谈的MRV 要具备什么 外加性 保守性 永久性 避免产生危害及重复计算的五个原则 其实大概大家都已经开始去理解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情形 额度交易的话 他是可以去要很多的细节要再去订订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接着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漂虑 这个漂虑它是一个术语 他描述了一家公司花费大量时间精神来说自己看起来是对环境也好 而实际上没有太多做的一个情况 漂虑一般来讲有七大类型 一个是没有证据 一个是模糊性 一个是没有关联 一个是撒谎 一个是隐藏 然后再下来是崇拜虚假表现 两害取其轻 那这一个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今年这个四月的时候 中华航空跟零物局 现在的离业保育署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新闻 他这里讲个标题 讲的是 40颗株台湾山两年减碳达65吨 你一谈数字就是漂虑 因为他没有调查机制 而且这个数字太高了 不可能的 接下来 这是我们谈到没有这么高 没有MRV的机制 还有这一块其实是在去年年底才砍掉 才砍掉40年生的 所以你事实上 你这些都要去讲清楚 不是只有做了一个漂虑的广告 那其实这一个现在 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漂虑的署长 那就是来做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 政府机关带头示范 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那这个是水利署 他们又弄了一个专案 叫108吨 这个根本还没有通过 他也去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广告 那事实上这个都是在做漂虑 那我们跟大家讲的是 以后大家做这个要注意这个事情 还有一个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 我们探权专案成本的一个情形 刚才我谈到了 刚才我谈到了10吨 每公顷是10吨 再下来300块那时候有10块美金 现在2块美金更低了 就算你是10块美金好了 一年一公顷才3000块 我们跟大家报告 堪草的结果都没有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收益 根本是赔钱的 所以不能 没有人会做 因为你看我们的成本 要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成本 实施成本 交易成本 土地成本 经营管理成本 等等等等 有这么多的成本 其实是根本不太够的 为什么 你林地要有收益 你没有收益的话 你只靠这些探权的收益是不行的 我自己算过了 他可能大概只能有3%到5% 是从探权的收益 其他的地方要有其他的收入来 这是我过去写的文章 我们土地需要的大 多数小规模的领主不容易整合 还有一个就是执行门槛是高的 你加强森林经营 不是你一般的民众可以做的 还有他经营收益低 探权收入难以支撑 整体的经营成本 这是我们讲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组建 经营团队 民主的地给他来做经营 还有开拓林地的收益 还有利益共享的机制 这个可能是要建立起来 所以我自己现在在推森林富探产业 如果我们在3D农场附近 还是说自己本身有意愿 我们就是要怎样 我们就是要能够去发展富探的产业 比如说你在林地里面养鸡 这是西班牙养猪 这个其实都是有获得认证的 再下来你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 一些林下的作物来做 当然你还有一些森林的经营管理者 然后你的探权可以给买家来做使用 这里也跟大家谈到大陆 他们其实是定的是2030年以前要达到碳达峰 就是走到最高点 他们也对碳汇做了一些努力 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提升生态系统的碳汇能力 加上这个基础的支撑 也就是你要调查等等的 还有固碳的作用等等的 这下来就是农村减排固担 所以他们在去年 他们就开了一个 这一个新的职业的项目 就是职业的这个类别 是称为他们会计量评估师 他要能够去审定你的专业生计党 并出去审定报告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一样 还有你要会写 出去你的查核 就是去集合 还有一个就是你会计量 并编写专业设计的 你可以当申请方 监测报告 就是评估等等的 碳总和的评估 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产业 这个是台北市 台北市去年弄了一个 净宁排放管理制制条例 他也有增加树木的碳汇 包含到校园树木碳汇量化 你们刚才跟大家谈到的 这是我们自己 希望他能够开始做到 各作以外围固碳的材料 就是木制的材料等等的 这里面我们也对于 他的台北市的行道树 公园绿地跟森林资源 碳汇的管理 增量的办法 湿地都要去注意这些事情 那永续的也是一样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就是他简单的负责的单位 是在谁在做什么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一个 再生家具 我们都知道 其实有很多的家具 他回收回来 他比较好的 他把它修一修 就可以再卖出来 这就是我们讲的再生的家具 以我们来讲就是他能够 延长固定的这个时间 其实这也有他的效益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算 他的车子 他的用电等等等等的 我们算出来 算出来的话 再生家具大概是0.26公斤 二氧化碳当量 就是一张一只 那可是呢 我的自己本身有这个重量 我就算他的延长使用的时候 大概是9.53公斤 所以事实上再生的家具 他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我们刚才谈到的 也是能够去 能够固定碳的一个议题 我们就讲到国家的 这个近年的一个策略 那对我们来讲 我们关注的是自然碳汇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基金 这是农委会推出来的 减碳增汇循环力趋势 最主要的是有增汇的部分 那这个整个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谈到的 减白增汇 农业绿能等等的 会有一个静林排放的策略 那这一个就是 从森林土壤海洋的一个情形 那我个人 我个人是开始去发展 就是说我们郭伟林的经营 陆经营加上私有林 农地退化环林 新植造林 都市林 木材进口摊位潜力等等 我估计大概有700万 780万吨 到1000万吨左右的 二氧化碳当量 所以我们要达成的目标 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 跨部份的共识 法规 科研 还有经费 还要结合企业的碳需求 等一下我们讲会什么 扶持这个事情 那经济的诱因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透过 淡定价 这个是企业内部 或者是对外支付的 还有除碳的费用 所以我们是希望企业的资金 能够投入碳权的交易 那这个其实企业也捐了很多的钱来种树 这个是林业级保育署 他们收的经费 其实跟造林相关是非常多的 只是他们没有去算碳位 只能做ESG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觉得要有民间能够导入 当然我们要推动自然为本的解决方案 还有精进技术研发 这个是我们觉得要来做的一个事情 就刚才我们谈到的 我们这个负碳的产业 要有产品 要有人来帮忙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碳汇计量师 企业的投资方也能够来做 企业的买家能够来结合起来 对土地是有效益的 那我自己现在大概就是推不同的地主 那我们希望有一个服务平台 那其实服务平台把这个地 我们的碳汇的量能算出来 那要拿给企业用 就是符合他类别医的碳移除 这里面我们谈到了 你能够算进去就有三个 一个是他有对你有所有权 一个是管理权 一个是财务控制权 比如说我把地租给他去管理 那我们找一个团队来管理 就能够拿到碳汇等等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走得通的 这个小企业 这就是给大家算的 小企业的话 如果你一年排放500吨 你大概需要多少 如果你要100%抵免掉的话 你就需要50公顷 要不然就看多少 那事实上你不会100%需要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会减碳 如果你减到了 可能剩下200吨的时候 你就要买20公顷就够了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非木材林产品 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 这个韧 火腿香肠 都是我们谈到的 其实都是我们谈到的 这一个 这一个食物类的 也都是这一个林产品 所以我们现在有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经营团队 然后帮林主去做经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农林业现在是缺工了 所以我们有个专门的团队帮你去产生 这些主户产品 可以卖钱 那资金 这个碳汇可以卖个企业 有一部分的资金回来 那我们有林地的生态系服务 整体来讲是好 所以我的模式A 就是你自己有一个经营团队 我们只是来辅导你来操作 比如说飞牛牧场 就像这样子的例子 其实飞牛牧场这个例子 在越南 他们已经开始推 乳业的净银之路 他们有一家公司 也开始获得碳中和的认证 我想这个大概就是 全世界大势所趋 我想现在以后我也很希望 我们三地农场能够变成 第一个碳中和的农场等等的 这是台糖 它有一万多公顷 其实也是非常有机会 可以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模式B是你有林地 但是你没有人去经营它 那我们就去委托 每一盒外部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最主要土地要有生产力出来 那你的碳汇量也会有出来 才能够卖给企业 这个是模式B 我想最后我们大概是总结到 我们的气候变迁的减缓 或者是调试 大概都是趋向于什么 TNFD都趋向于 那些被守护区 自然为本解荒 所以不管我们做碳汇 开始我们也会是希望 能够怎样转成碳权 碳权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考虑到经济成本 经济成本你要衍生出来 你就要提高你林地的收益 提高你林地的收益 现在就要进行 这个负碳产业的建构 才有办法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想最后总结 这个对我们来讲 森林的一个计量 碳汇的计量 是要做调查跟报告 组织碳盘查能够体检 最主要是自然为本解方的一个专案 发展森林附带的产业 对我们来讲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结合自然正向积极的作为 让土地林业跟企业是能够怎样 是都达到最好的一个情形 当然对土地的所有权能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 如果你能够提升多元的生态服务的效益 让林地的收益是比较多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山营的一个场所 这是我们讲中小企业 我觉得中小企业其实是蛮有潜力的 我们要把危机从转机变成商机 我想这个是我自己在推动这个碳的议题来讲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好 我想我讲的比较快 但是我想多留一点时间 听听听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想大家一定有很多问题 好不好 你们面积多大 3.75公顷 但是你们的碳汇不能给他 你们就算算出来他也不能拿走啊 因为你们的地是国家的地不是吗 不是你计算碳汇的话 我是觉得浪费钱了 因为你根本没用啊 对不对 好了你可以用了 但是你计算你刚中 大概你可能三年之后开始做调查吧 对啊然后你每隔三年做一次调查 对啊 只是你会浪费那个钱而已啊 因为你算了也没用 除非啦 除非你们自己3D农场要做碳体换 自己要做那个什么 你要做你自己碳中和 你去算了 不只是这三公顷多了 你应该是你整个三地农场你们有多少公顷啊 有森林大概多少公顷 一千多啊 对啊一千多扣掉你们农场森林也蛮多的 至少几百公顷有吗 其实你们你们去算抵你们的碳排放 你们应该讲的是你要台湾第一个 这个那个农场是碳中和的农场吗 不是吗 对啊 不是啊我跟你讲呢 像育龙我在帮他调查也是一样啊 但是因为育龙他的碳排放太高了 非牛牧场 我可以跟你讲你们去哪一个计划 你不要去你不要跟台大拿 你自己去外面申请一个计划 科技部的计划或是农委会的计划 我告诉你你只要讲说第一个碳中和的农场 他们马上给你钱 非牛牧场就是这样啊 那个企划处处长企划师师长企划组吧 就马上说你们就是企划师了企划师师长就讲说你们就一定给你们计划啊 对啊 不是啦你们就捧着金饭碗还在要饭吗 跟我们林业一样啊 我们林业也是被骂说捧着金饭碗在要饭啊 对吧 因为你们有管理权嘛 你们的管理权你们应该把它算出来啊 你们要做碳盘查 我想你们大概没有做碳盘查了 对啊 这是我们台大讲2048年要静年根本在玩假的嘛 你自己底下所有的组织都不碳盘查 对吧 你们三地农场台大实验年是无药可救了啦 他自己乱搞就算了 那你们三地农场我是觉得你们自己走你们自己的路啊 对啊 至少现在院长会支持你们啊 我们自己一定要做碳盘查 然后在你们你们现在不是在做那个许正义老师的什么的啊 那你们就要去用你们的场域来增加农业的这个什么 增惠的技术嘛 我果树还是要怎么栽培会能够增加 那你们可以试用生物碳 你们可以固碳啊 这个你们有那个场域你们可以好好的找人来合作 他当他去申请科技部的计划 对吧你们有场地你们就是有这个优势嘛对吧 对啊 不是啦因为对我来讲企业都在找我 我现在帮港务公司我帮那个高速公路局 我们都在做碳汇调查啊他们也开始做碳盘查啊 大家理解意思吧 因为你要走这样子你才会真正对碳排放跟我们讲的碳西纯 你才会有概念 要不然啊要不然嘴巴讲讲都过了 对啊啊其实碳盘查你们其实是可以 有找一些辅导机构啦 工业局现在也有在申请啊 你们只要出4万块他会找人来辅导你 像我昨天我昨天前天前天我才办了一个国家公园的 碳管理的一个教育工作训练工作坊 他们10个国家公园管理处现在全部都在做碳盘查 我帮他们写了一个这个这个什么策略地图 要不要看我给你看他们的策略地图 我分享一下给你们看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好啊 嗯 大家有看到嗎 對啊這是我幫他們想的啦 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然正向 就是ESG嘛 現在全部大家都在講ESG嘛 E的話環境就是Nature Positive S就是全民共好 G就是溝通治理嘛 放在你們這裡也可以啊不是嗎 那使命就是要能夠推動能源轉型 應用減碳科技 落實低碳行為對吧 再下來提高生態韌性 啊對他們來講他們的願景就是 融合科技人文的保育淨營管理 對啊 那我們下一個就是我們談的 其實就是有願景使命核心價值 還有策略主題 因應氣候變遷落實保育作為 融入低碳作為精進油氣服務 導入低碳工程推動數位管理 提升治理效率強化夥伴鏈結 然後我們幫他做了一個這是他的單位啦 他不同組配合的工作要做什麼事 然後我們會有一個策略地圖 針對顧客內部程序 去學習成長財務資源 這個是他們其實不在我計畫內啦 那他們的輔導我們也找了一家幫他輔導 如果你們要的話 因為他的license還夠啦 看看你們要不要掛進來 我們就幫你夾帶 他來輔導你 我們是找那個資程啦 PWC啦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啊 那只是說你們要下定決心要做 因為做起來 剛開始會做很難啦 你們要蒐集你們所有很多很多的資料啊 是什麼就這樣 對啊 你們再溝通一下啦 對我來講喔 因為我告訴你啦 台大不掌勁啦 我現在已經懶得管台大了 我在國家公園 人家找我當探總顧問師不是嗎 我幫國家公園人家擬的 就是像這樣子的事情 我們台大連你都擬不出來不是嗎 對啊 我告訴你啦 人家要用這一個策約地圖啊 他9月20他們掛牌的時候 又要開始去爭取經費 要爭取10億來做這件事情 每一個國家公園才 extra1億也不多啦 我不要講3D農場 你只要能夠想辦法去爭取1億 5年1億也覺得不得了啊 對啊 你可以到外部爭取啊 科技部你提一個計畫 他們就會在支持你啦 對啊 你找 把生農學院的老師找來 以你們當基地 你們就可以做的比那個什麼 那個生農學院那個團隊好啊 那都在打高空啦 對我來講我是很實際的 我們就是在做 我們在幫很多實業界都在做的嘛 對吧 不是 大家今天聽完講的 我講的你會覺得 我做的是比較實際的路吧 我們現在也在輔導一些玲瓏 我們就實際在做這個事情 好 沒關係啦 大家看看有什麼那個 沒救了 學校沒救了 要自救了 對不起 那個鍾先生 我聽不清楚 好像太小聲一點了 好 問題 我們有一點點 來開玩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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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分享一件事情了 我的经验是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反而跟企业界来往比较密切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意愿 其实以我们3D农场的条件 找企业来合作 我是觉得应该是还有企业有意愿 那尤其你这个碳的议题来讲 那不管是主食碳盘查 还是产品碳足迹 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 花一点时间琢磨一下 好我先停止分享好了 我讲了先驱树种你要看它的密度啦 它长得快但是密度不高没有用了了解了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最重要是20年之后你的价值好不好 因为你要卖啊对啊 对啊要不然其实看地点啊 萧南他们在南庄种的也很好啊 萧南的价值也很好啊 你们海拔够高你们其实是可以种青钢粒啊 对啊青钢粒长得也蛮快的啊 而且青钢粒去弄个松露 说不定以后还可以有那个呢 那个那个松露丝欸对啊 联系所有那个技术啦 快木不建议你们种了短期的啊 碳汇来讲是不适合的 因为它长得慢啊密度又低 虽然它的价值不错啦 对啊因为你要算的是总总价值啊 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啦既然种了 你们种那些树其实景观是不错的啦 只是说你们透过景观 哎最主要是你们山地农场 你们也不想要太多游客进去嘛 不是吗 所以你种的景观也没用啊 赚不到钱啊 而且我意思啊 就是看你们自己的目的啦 对我来讲我们只能说你的目标 那假如说你真的是要碳汇 那我会建议你种青钢粒 我还期待很多 你现在你种的那些都是会变业变色 景观会好 可是你们又不让游客进去 你们反而是自己爱手爱脚嘛 对啊 调查其实都可以调查了没有问题 最主要是我是觉得啦 述种的选择要配合你们自己长期的策略 你们自己发展你们自己想要发展什么地方 你们想要发展的是这个重点 然后才会述种的筛选什么才会配合 你们整体长期的发展目标来做 好 抱歉啊 我讲话比较直啦 如果说有冒犯的地方 大家多包含一下 好 没问题 稍微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听不太清楚 其实各有利弊啦 你们那个环境我觉得啦 我觉得其实树种也不是非常多啦 因为你们大概已经比较 你们大概已经是比较适合在我们讲的 上部蒸业岭 那个就是蒸过混淆岭啦 所以你大概也只能说是 蒸过混淆岭的方式啦 你们那边大概也比较少就是单一存岭啦 那现在种我们也不建议种单一个树种 存岭的状态 因为毕竟风险比较高啦 可是你也不能选择太多的树种 我们比较建议的其实是二到三四个树种 然后来看不同的墓地这样子 当然啦如果你有天然林的那个 还有天然林你就不要动它啦 我讲的是说有一些农地 就是以前的那个果园还是什么的 复育回来的你们可以挑三四个树种 种就可以了 你们种了几年了 大概多粗 大概多粗 淹没三十公分四十几年 然后面积有多大 不是啦我是建议啦我是建议哈 现在啦现在应该是说你们应该定个五年的计划 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柳山通通移除啦 你让它回到我们比较台湾原始原生的这个树种 但是你在这里不要一下子砍太多 砍太多别人会来讲话啦 那你自己就是五到十年 那你去订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泰幻计划 那最重要的是你的木材 你可以跟那个水里木工厂商量一下 你们砍完之后运去做一些家具啦 做一些学校用的课桌椅啦 也可以卖给他们 对啦就是要利用啦这样子 这个外围现在外面的玲珑是可以申请补助啦 那在我们台大能不能申请补助 其实我是觉得你们应该跟台大实验林问一下 台大实验林因为他们如果有补助 他们会去申请 因为你们都是跟台大实验林是属于学校的系统嘛 那学校的系统有的时候其实应该是 现在的林务署林业署啦可能有补助啦 有的林农它有补助啦 但是因为我们台大又是比较特别 那如果说台大实验林的灶林其实是有补助的 就是未来如果要种树的话 其实应该是是有补助的啦这样 那砍树的话要问台大实验林啦 我知道外面的砍树啊现在也有人专门在帮忙砍啊 他好像就是润筋秤重吧一公斤两百块吧还是什么你就他都把你弄走了啊这个柳山 大概不太有人要 如果柳山长得还不错的话 树干还不错啊我是可以去请那个啦 竹东 在竹东他有个正仓制裁厂啦 可以让他来去看看你们的柳山啊 看他要不要帮你们买了 因为他有用柳山在做那个什么在做那个庙有没有 庙的那个那个骨鸡维护 富裕的所以他需要稍微粗一点的材质比较好的 他们会帮你砍他们会运走 如果说你们可以卖给他 走那个标售的程序还是什么的 那你们也可以有收入 对啊 我可以去媒介那个老板来看你们的 看看柳山他要不要买这样子 这也是一条路 如果你给台带实验宁那个水里工厂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给你们算钱 他会不会把钱给你们 不是因为我跟实业界 我们跟那个那个食物界是比较接触比较多了 因为他们也都是有在买好木材了 你们的材质 其实你们那地方柳山的材质应该很不错了 因为你们海拔比较高了 所以应该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格 就位上我是不不错了 不错了 我先评论了 我先评论了 我再评论了 好啊 距离啊 其实我们的策略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看你自己 如果像日本他们有的经验是这样子的 他们需要小镜木 他可能就密植 那密植的话就是他可能一公顷 每隔一公尺就种一棵树 所以他的密度是一公顷一万棵 那一万棵他种了三年之后 树都细细小小的 然后他就砍了可能砍一半 那细细小小的他可以卖钱 你了解意思啊 就是说你要去调节啦 你要去调整密度啦 那不是说种一万棵 到最后就是一万棵 但以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目标 可能炸了五十年之后 可能只送下两百棵 那你中间就要去调节 那如果说了你要养成大财 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可以三千棵五千棵 然后后来再慢慢慢慢的淘汰 你人为的去淘汰他 那如果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营他 你可能一开始大概就是种 现在我们讲的大概就是一千六百棵 那就是2.5公尺左右种一棵 这个是比较是平常的 以现在我们在种树 那以前在山里面种树 是有种到一公顷 两千五百棵或者是三千棵啦 但是他的好处就是说 除草的次数可以比较减少一点 他比较早育弊 因为你种的比较密 他很快就育弊起来了 草就比较不会生了嘛 所以你就减少砍草的钱啦 如果你那边草长得不是很快 可以种输一点没关系 如果草长得很快你就不能种太树啊 不然你一年一年可能要除草五六次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因地制宜啦 如果你们以后真的想种树 或是想要泰桓树什么时候 有需要我们可以帮你去依照你们的需求 帮你们写个泰桓计划还是什么的 来要钱这个也都没问题啊 你又有机会在那个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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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